眨眼间2022年的第一季度也完整的过去了 如今第一季度的榜单也在前几天出炉了 当然在当下各个平台都以不同的成绩为标准的情况下 该权威机构就以综合成绩为本次计算的原则 而且本次的作品主要集中在都市 是人以青春这三大题材上 类型化去是先民 而且受众人口可以明显感觉到上升 录制整体实力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马上就来接着看看今天的主题内容 第十名 裂罪图鉴 小鹿发现这部剧真的全员演技在线 就连配角的好感度都相当高 每一个人案件都发人声醒 这是一部以不同案件组成的单元探案剧 观众除了追看破案以外 也不断在猜测背后的大boss周静是谁 虽然观众的观物感不一 既有高呼需要第二季的观众 合计不严每个案件都潜藏折址的观众 但这并不妨碍列罪图鉴 成为整个三月最受关注的剧集之一 列罪图鉴某单元涉及 AI换脸诈骗案 正巧中国今年力推反诈APP 此剧算是蹭上热度 也替反诈骗做了宣传 除了AI换脸诈骗案以外 剧情还涉及到了校园霸凌 骗婚 人口拐卖等高度被受惠关注的案件类型 第一季的大结局只是一个终点 那么后面的剧情就更加觉得期待了 最后想弱弱问剧 如果列罪图鉴有第二季 你还会追吗 第九名 禁双城 除了苏摩白衣的双向成长 禁双城故事中的其他人 也带给了观众共情般的追剧体验 从懵懂无知的香叶少年 到如今独当一面的空丧太子 在经历重重磨难后 真兰正夜城是得到了蜕变 正夜城市的空丧太子真兰 在剧中他不仅被苏摩抢了未婚妻 还眼睁睁地看着现在的女人为人妻为人母 实属不易 而且随着这部剧的收官 该剧在豆瓣开分货3.8 出乎意料的低分引发网友讨论 这才落得了第九名的下场 要不然顶流的主演加上大IP 肯定不只是这个位置 相较于腾讯不久前 推出的同类型S加级别古偶剧 如《胡朱夫人》 《长歌行》等 虽然都曾遭受剧名不同程度的吐槽 然而在豆瓣的评分 都不至一向尽双城如此低 孔城腾讯在豆瓣评分 最不理想的S加级别古偶剧 也有网友认为 女主角演技不在线 全靠荡眼睛 而部分源泽粉则表示 剧情改动与源泽小说相差甚远 网友反映两极化 第八名 烟雨妇 大女主的视角 反套路的剧情 自开播以来 持续引起网友热议 有的网友认为 更适合知否知否音 是绿肥红瘦友的一拼 这部电视剧由乔欣和徐正希主演 看乔欣主演的古装剧 并不多 这次看到她的古装扮相 觉得还挺美的 没有了长发翩翩 却也平添了几分韵味 而在剧中的人设 也非常符合她的形象 可以肯定的就是 烟雨妇的成功 让小鹿很意外 说是意外 是因为烟雨妇几乎是零宣传开播 而且男女主角徐正希 乔欣的市场号召力 相对来说也不是很强 但烟雨妇还是被肯定了 其中剧情逻辑在线是关键 再加上这部剧的还有破案 男女爱情等元素 剧情逻辑性强 无慢镜头 让不少剧民们看得直呼上透 而故事方面 虽然探案的情节并不少见 但还是非常有可看性 男女主演又都是智商在线 强强联手 并没有狗血的剧情出现 第七名 开端 这部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一播出 无畏是演员 阵容 演技 剧情 设定等 都引发众多网友若议 与开端有关的话题 更是不断的更新 在微博的热搜榜上 人物角色刻画上加 没有多余 男女主从陌生到熟悉到确定关系 从眼神到动作自然真实 极致有代入感 在这个循环里 每个人都是主角 一辆通往跨江大桥的公交车上 男女主经过一系列的排查摸索 终于找到了炸弹的携带者 带高压锅的神秘阿姨 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好人也得到了圆满的结局 当时开端仅仅开播半个月 杜瓣评分已经冲上8.2分的高分 总播放量更是超过了10亿 在这一设定的背景下 不论是选仪 解谜 还是行真的元素 都被巧妙的融合其中 第六名 与今初相识 恰似故人归 热播剧与今初相识 恰似故人归内容热度值 于4月12日突破1万大关 成为优酷史上首歌破万的剧集 古中陆剧玉交际改编自 《九路飞香》2019年最受关注十大企划IP 唯一获奖的同名小说 分成上片与今初相识与下篇恰似故人归播出 由双顶流男女神迪丽热巴 人家伦连妹主演 两人一个是娇柔玉林士 一个是霸气北冤王 人设反转下 这段误会重重的内恋情感将逆境成长 续写唯美童话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 与今初相识恰似故人归的播出 也引发了用户对于同类题材的剧集的关注 已由演员杨子 诚意主演 即将在优酷独播的陈香如谢为例 该剧未播鲜活 在德塔文带播剧景气指数中 稳之第一位 同时常阅静明护心 谢后宁成堂等仙侠题材作品也受到关注 第五名 特战荣耀 作为流量担当 杨阳我已是特战荣耀最大的看点 氛围的紧张感 以及个人物性格刻画的深刻度 真的是很棒 而且也让网友们见证到了一个刺头 逐步成长为一个兵王 为人民服务 为国家效力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艺兵 杨阳的用心演绎和精准把握 也受到观众的认可 作为演绎生涯中 第一部金语题材的作品 杨阳坦言 压力一定是有的 因为这不只肩负着一个角色的使命 还肩负着中国金人的形象 跳出偶像剧 小田剧的包围圈在硬核题材中寻找发挥空间 建议磨练演技 突破个人形象 近年来 金语剧成为部分流量一人青睐的转型跳台 例如李一峰主演了好手就位 黄锦鱼主演了爱上特种兵 而肖战主演的王牌部队 亦在此列 第四名 上诗 福音CP前世今生再续前缘 这可是观众们等了四年的一难评 作为一部美食剧 剧中所呈现的美食 当然也是一大主角啊 为了还原重点呈现的过半百种中华美食 剧组甚至特别邀请了专业美食制作团队进行烹煮 以求展现出最贴实及高水准摆盘雕刻等覆盖了紫禁城扇式的艺术 上诗工小厨娘一路打惯升级 最终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故事 或许算不得新颖 甚至可以嵌套进任何一个时代 职业的壳子里 不过在仙霞 架空泛滥的古装市场 定格在大明永乐年间的上诗 还是给了人一丝新鲜感 上诗这部剧也不仅仅是光靠CP粉的情怀 来冲锋放量 这部剧有很多不错的地方 服装 发饰 道具制作考究 每一个细节都彰显了剧组的用心 第三 名 祝亲好 比起S级的制作 祝亲好的存在感 真算不上大爆 但是这部古装剧也的确拿到了远超预期的关注度 当时的预告就能看出了狐尼本虎就是琉林本人了 女主既不是傻白甜 也不是争强好胜的大女主 而是一位个性张扬 不知矜持为何我的这个大小姐 看见帅哥就得将她收入囊中 她的娇蛮任性的形式风格 让她在第一次遇到 正在缉拿逃散 冰山 美人 精灵为沈宴 更是对其清心 当代决定一定要把她拿下 于是开启了她的36G追赴行动 男主帅女主美 男主打戏流畅女主 细节灵动 男女主 CP赶强 在一起互动就高甜 比如丰富的吻信和贴贴 做一部小甜剧 祝清好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也让古装甜宠 剧终于摆脱了傻白甜和狗血的套路 而且祝清好甚至还成为了 2022年最快开分的作品之一 喜欢就不觉得你们 还不赶紧刷起来 第二名 余生 请多指教 是不是觉得很意外呢 余生居然只能处于第二位 这不让众人等了两年多的余生 请多指教 肖战 杨子的流量很高 颜值也很高 非常符合观众 对偶像机的审美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一部主打温暖 治愈基调的现代都市情感剧 余生 请多指教 不只有余生供你白手的爱情 更有余生与你相伴的亲情 该值开篇头几集里 林之校与林建国这对父女看似火花似剑 实际上默默互相关心的相处模式 映射着万千家庭那些难以言表的温情 一般来说小说改编电视剧 势必会进行大的修改 在影视化之后可能会失去一部分原着粉 在余生 请多指教明显也获得了不少 原着粉的喜欢 有书粉特意过来点评 他们觉得电视剧整体流畅 而且也比书有趣 更有意思的是 编导制作编大招 花絮比剧情还要甜 第一名 雪中汗刀行 开播首日就超过了一波放量 稳作同档期第一 人作小说广受好评 虽是以典型爽玩套路为主轴 但作者在描述世间百态方面也十分到位 小说世界观格局宏大 从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环环相扣 透过文字描绘个人与家国 私心与道义之间的纠结碰撞 创造出了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英雄人物 行走江湖 磨练武艺的故事 剧中当然是少不了打斗与刺杀场面 然而编剧却在紧凑的武侠剧情中 穿插了许多幽默笑料 更是一大亮点 平心而论 雪中汉刀型的创作水准 在这两年武侠制的顶级 至少在这段时间里 无法轻易被超过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的所有看点 你们是否支持小鹿的说法呢 有什么忽略的地方 还是请各位小伙伴们告知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